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這次影片 今天聽我的聲音正常很多 其實今天是年初二 今天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因為現在天氣時熱時凍 像我一樣都傷風病了 所以最重要是身體健康不要病 講回正題 畫面上你就會看到紅色巨人 這個沒錯就是這個七星盒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躺膠 就是我的朋友Joseph Panner X 推出的超人七星盒 這個躺膠稍後才慢慢開箱 講躺膠通常一開始就先講一個招指 這裡上面那張紙 嘩好鬼死有型 這邊就是七星盒 這邊就是7X 7星盒就是超和的超人作品 而7X就是平成的超人作品 其實他們兩個在設定上來說 就是同一個能量的產物 因為七星盒 將它的能量轉移到另一個平衡宇宙 而力量去到那個人身上之後 它變身出來的模樣就是7X的模樣 所以你看到它 造型上都很不同 這邊就是超和風一點 或者日系一點的感覺 7X反而沒有那麼日系 而且它會比較上 雙眼又空神惡煞一點 即是空猛一點的感覺 然後肩膀又起了角 肌肉感都更重一點 這個Panner X 這次先推出了7X 7X沒有記錯 都是未來一兩三個月推出的商品 所以大家就敬請留意 因為現在預訂已經截了紙 但現貨我相信部分店鋪都會有 例如這個M78 Toys 又或者旺角那間 好像是否叫Toy Station 總之賣糖膠的地方 都有機會有得入手 所以錯過了預訂也不要緊 繼續看這張招指 這張招指 這裡就是Panner X的標誌 這邊就是7X的標誌 這邊就是7X的標誌 而後面呢 因為現在反過來 其實都是一樣樣的 我現在就開了它 先拿出膠 好了 現在在包裝裡拿出來了 由於地方淺窄 所以我現在輕微微的 轉圈給大家看 之後才給大家看 這個Panner X出的超人比例 都十分之有型 等下才慢慢再詳細說 好了 現在繞了個圈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畫面 十足十變身之後的畫面 現在就看看大頭的特寫 其實7星俠的頭部的特性 應該要有的都做出來 例如這些位置 類似電腦板的位置 摸上去都是凹凸凸凸的 之後就是額頭的能量燈位 額頭的能量燈都很精神 之後就是7星俠的眼睛 如果大家又留意泰國版的翻版 和日版的正版 泰國版的7星俠 還有太郎的眼睛 是做到很鮮橙色的 這次因為Joseph 是日版的正式授權 所以當然是日版的樣子 他的眼睛的顏色 做得很漂亮 你這樣打燈上去 超級有型 之後眼珠看東西的位置 都做了一種不對稱的感覺 重現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重點之一 之後就是口 超人口也是這樣 這個位置的雕工 其實都頗漂亮 之後7星俠我覺得最漂亮 就是旁邊這個樣子 因為側面可以看到冰刀的形態 所以旁邊很有型 這邊你都會看到 都是有點凹凸凸凸 然後就是7星俠很獨特的耳朵 還有這個後頸位 都有雕出來 然後就是後面 後面看起來 其實那種機械感都頗重 這裡有些電路板位都搬到下來 然後有紅色位 這隻銀色真的很漂亮 你少少打燈上去 那種閃耀真的不得了 之後就看看空口 空口方面 主要是電路板 因為7星俠跟普通超人不同 空口是沒有能量燈的 所以這就是電路板 哎呀 這裡有少少瑕疵 不過這個也是糖膠 一些上色方面的東西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最重要看清楚 因為它本身是透明袋 所以可以看到 我就因為懶了一次 沒有看到 這裡就中了一招 不過也不要緊 之後就看看手 手這部分的電路板 都有做彎出來 你看到這裡有少少點點位 其實都很正常 然後就是旁邊這裡 之後就看下身 今次這隻顏色 就是最初第一次出七星俠的原色 平時的糖膠很流行 之後就會出其他顏色 今次這隻紅色 趁在膠上打燈上去 那種亮面的感覺會更重 當然皮套方面 即是真實皮套的時候 沒有那麼亮身 所以來說 遲些出一些暗一點的顏色 或者沒有那麼亮面的顏色 我也有興趣再買多一隻 背部位 這個M字位 真是七星俠最漂亮的位置之一 這裡都有做出來 這邊當然是上到這裡 腳方面來說 基本上都是同一隻顏色 但它都有做那種 好像穿了一雙BOOT的形態 都出來了 都不錯不錯 然後腳底 腳底就要對一對鑰 有點近了 要對遠一點 哎呀 這裡你會看到有Panel X的Logo 這邊就是圓谷的授權貼紙 因為圓谷授權的商品 一定會有這張貼紙 這樣 好了 現在可以看看可動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次Panel X 初代超人那隻膠的開箱的話 基本上可動性都是一樣的 都是隻手可以抵上來 然後隻腳可以這樣摔起來 但隻腳通常都不會這樣擺 頂多都是這樣摔出來 扮一下跑步 或者你可以這樣扮一下飛行也可以 但正常來說 當作是藝術品 當作是擺設的話 都是站在那裡 頂多這樣扮一下 指一下過來 頭部也可以這樣移動 頭部也可以這樣左右移動 所以頭部可以這樣微微擺過來 然後就像指著方向一樣的動作 好了 很快就玩完Panel X推出的七星盒 其實每次玩糖膠我都會講一次 本身這些糖膠是會推出很多顏色的版本 例如七星盒第一次推出 當然第一隻就是原色版本 但陸陸續續 好像上一隻初代超人那樣 例如會推出原色版 夜色版 夜光版 或者銀河系版本 然後黑暗版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來講 真的好看個人口味 如果大家喜歡存原色的話 當然就要留意第一批貨 如果不是錯過了 就真的很難會再有 好像今次這樣 現在已經預訂已經過了 因為已經派貨了 所以來講 真的要去一下糖膠的專門店 看看還有沒有現貨 現貨通常都會貴一點 所以大家自己去搜尋一下 如果真的想要的話 就是這樣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是增加會員制 如果大家又能夠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和我今次加入做會員 大家支持絕對製作動力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拜拜 下集中